大正十二年 东京 家住色谷区的千赫子 忽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秋田县的电话 原来是他的父亲上野秀次郎的学生 准备送给他们一条刚刚诞生的秋田犬 因为家中前不久才过世了一条老狗 所以父亲和母亲的态度是拒绝的 但是在女儿千赫子的强烈要求下 最终还是同意了接纳这条秋田犬 可是当小狗被送到了火车站时 千赫子却为了和未婚夫去听音乐会 转而拜托仆人去迎接小狗 仆人风尘扑扑地将秋田犬带回了家 千赫子父亲 秀次郎教授望着可爱的小狗 他乐呵地拍手大笑 可是在晚餐时 原本答应亲自照顾秋田犬的千赫子 却忽然转变了口风 由于他已经怀上了未婚夫的孩子 所以拒绝照顾这条因为他才要来的秋田犬 为了女儿的婚事与幸福 秀次郎无奈之下 只要选择自己饲养 并且给这条狗取名为小疤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 辛辛苦苦养了几十年的白菜 被别人拱了以后 教授和他的夫人内心 其实都是十分逻辑的 为了转移这份心情 教授开始更多地把精神 寄落在了小疤身上 当仆人为了早热子而调戏小疤时 秀次郎会生气的大声赤马仆人 甚至是小疤调皮地 遭踏了夫人的花园 秀次郎依然是苦口薄心地为小疤解释 而秀次郎出差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抱着小疤轻拟地打着转 小疤则舔着教授的嘴 教授俨然 已经把小疤当成了自己的新孩子 春去秋又来 半十只色谷的樱花开了一茶又一茶 小疤也在每天陪同秀次郎散步的日子里 从一只小乳狗变成了一只大狗 而后来 教授出门 甚至不再在小疤的脖子上牵绳子 聪明的小疤 他自己知道每天起床 就安静地跟在教授身后 一直走到车站 目送到教授里去 等到夜晚 小疤又会乖巧地提前来到车站 等待教授下班的声音 小疤的乖巧与懂事 让整个车站的人都为他侧目 新年时 千赫子带着丈夫和孙子回来探望教授 可是教授 却只是自顾自地抱着小疤 给小疤不停地抓着狮子 看也不看自己的孙子一眼 正让千赫子生气的大乡母亲吐酷水 不仅如此 旧次郎还抱着小疤一起洗澡 丝毫不打理他的女婿 整个新年 旧次郎几乎可以说是和小疤一起过的 还是那天夜里 天气骤变 一下子就刮起了狂风暴雨 秀次郎焦急地从房里起夜 冒着风雨把小疤抱了进来 然后溺爱地抱着小疤 在客厅里过了一夜 夫人看着秀次郎溺爱小疤的模样 她也终于开始有些不满 甚至称怒地责怪秀次郎 打着小疤的飞出 望着生气的夫人 秀次郎也只好无语地望着小疤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夫人也好 小疤也罢 他们永远也猜不到 这就是秀次郎陪伴他们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 秀次郎一如既往地带着小疤上班 可是小疤却反常地冲着教授大脚 在家门口转着圈圈 迟迟不肯离去 秀次郎不明白小疤为何忽然如此暴躁 他只张没事一样地继续上班 可当他们来到了那个熟悉无比的火车站 小疤 望着教授渐渐消失的身影时 他悲悯了一身 眼里 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这一天 帝都大学农业系教授上野秀次郎 因心脏病发作 在课堂上过世了 而小疤 他也再也没有在车站等来他的主人 秀次郎的灵就被众人缓缓地抬走了 小疤目送的这一切 他慢慢地走进阀场 冲着秀次郎的墓碑大叫 希望 主人能够再次回应他一句 只可惜最终 当秀次郎的灵车一路开走时 小疤 只能在车后一路狂奔 却怎么也追不上 教授过世后 夫人也把房子卖掉 准备和女儿同住 但是千赫子却不愿意带小疤走 因为他说 看见小疤就会想起父亲 无奈的夫人 只要把小疤拜托给了前草的亲戚 虽然亲戚愿意收养小疤 可是小疤却不愿意住在亲戚们 他 再也不愿意亲近除了秀次郎以外的任何一个人 那以后 他就仅仅只是一只狗 一只不会叫唤 也不会讨好人的木讷至极的狗 而每当暴风雨再次来临时 小疤 也再也没有了那个可以把他抱进房间的主人了 没过多久 趁着亲戚不注意 小疤悄悄地溜回了色谷 从前早到色谷 顺着数十公里的铁路线 小疤又一次地出现在了色谷的那座火车站 而每当暮色来临 他 就像以往的那些天一样 默默地 注视着所有出路火车站的人群 等待着秀次郎的出现 小疤的等候 感动了火车站周边的所有人 而夫人 也曾多次想把小疤带走 可是无论多少次 小疤 都会重新回到色谷的火车站 最终无奈之下 夫人只好拜托丈夫以前的朋友 同住色谷的橘三郎来照顾小疤 但是年事已高的橘三郎 也未遇过多久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 小疤就成为了一条流浪狗 白天 小疤靠着街坊邻居的救济度日 傍晚 他雷打不动地蹲在色谷的火车站前 无论是刮风下雨 还是打雷下雪 他就像色谷火车站的一个活地标 永远地注视着同一个方向 看着永远 不会有改变的景色 虽然不时的有好心人对小疤说 秀次郎已经死了 你可以不用等了 可是执拗的小疤 一等 就是九年 这九年里 小疤因为感动了太多人 也引来了昭日新闻的记者 他成为了一条嘉义户晓的明星狗 而看到新闻赶来的夫人 也多次想要带走小疤 好好地照顾他 可是小疤 记得中途就自己逃跑了 后来小疤甚至干脆就躲着夫人 让他找不到他 无奈之下 夫人也只好放弃了寻找他 还是这九年里 除了等待 小疤做得最多的 就是每当他开始思念秀次郎时 他就会默默地顺着秀次郎 曾经带他散步的顺序 一遍一遍地 成为那些和秀次郎一起去过的地方 在小疤的心里 在这个世界上 他只有秀次郎 也只为秀次郎而活 九年以后 赵和十年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 可是冷风 还是呼呼地挂在人的脸上身疼 在这样的日子里 小疤 依旧默默地站在 色谷火车站的门口 整整九年的等待 让小疤 也从一条漂亮的大狗 变成了一条垂垂的老狗 他的毛 也掉得差不多了 他的眼神 也不再那么有朝气 甚至 就连秀次郎给他摔上了锁铐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只是这九年来 他盯着的那个方向 依然没有改变 即使九年以后 就连色谷的火车站 都已经没有了多少人 可是他 依然忠心地在这里等待着 等待着 等待着 旧次郎的归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llas さ burn 스� و temp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もしももう一度 あなたに会えるなら たった一言伝えたい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時には傷つけあっても あなたを感じていたい 思い出はせめてものをなぐさめ いつまでもあなたはここにいる もしももう一度 あなたに会えるなら たった一言伝えたい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もしももう一言伝えたい もしももう一度 あなたに会えるなら たった一言伝えたい もしももう一度 あなたに会えるなら あなたに会えるなら たった一言伝えたい ありが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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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きには 傷つけあっても あなたを感じてたい 感谢观看